关于人类清除计划 大家也许只在电影中听说过 可是你知道吗 现实中真的有一项这么惨绝人寰的计划 要将人类人口削减之武艺 像经济危险 核战争 生化武器 世界大规模瘟疫 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战等 都仅仅只是实施削减人类计划的前夕而已 连全球疫情 这场灾难也只是计划好的一部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2010年2月16日 卡米洛特揭秘工程的创始人比尔瑞恩 在网上公开了一个秘密组织的计划 爆料者是一位英国退伍军人 他曾为英国军方工作多年 如今是伦敦市政府的高层 同时也是共济会的成员 为了避免报复 此次是匿名揭露 他在爆料中声称 英国伦敦才是世界的金融中心 也就是中枢神经 美国联邦储蓄系统 也在他们的操纵之下 背后的掌控人便是历史悠久 且传统的共济会 他们称 为昂格鲁萨克逊计划 白人昂格鲁萨克逊新教徒 是近几百年崛起的群体 美国开国国父们和历届总统 大多来自这个群体 乔治华盛顿 本杰明 富兰克林 他们均为英格兰后裔 历代总统中只有肯尼迪属于例外 他也是妄图击穿昂格鲁萨克逊的第一人 然而结局悲凉 在他之后 整个肯尼迪家族只要想要从政 就会死于非命 这位爆料者参加过许多共济会的重大会议 按照常理 一般会议讨论的 都是关于金融事务方面的问题 可是在2005年6月的那一场会议后 一切事情都被颠覆了 在会议开始前 他还对会议的内容一无所知 即便进入了会议的场所 也只能躲在角落旁听 然而 他对这场会议十分困惑 这个会议看起来一点也不专业 没有会议桌 没有记事本 也没有备忘录 甚至也没有会议的主持人 只有一点与以前是相同的 会议的议员全都是共济会会员 并且是共济会的高层会员 人数大概在25到30人 这些议员都是英国大众所熟悉的资深政客 有司法代表 也有来自教会和军方的代表 他们清车熟路的直奔讨论的内容 同时 梳理计划中哪些部分是按照所设想的那样 正在进行中 还在哪些部分受到阻碍 没有达到预想 他们讲东讲西 似乎这项计划早已有了雏形 绝非是第一次商议和讨论 大家都有很明确的目标 并梳理如何继续实施的问题 最后 在会议结束之前还强调了 所有事情都在按照计划执行中 爆料者从始至终一头雾水 完全听不懂会议内容 回到家后反复回想才恍然大悟 自己本就不该出现在那场会议中 机缘巧合之下 才出席了那场会议 因为自己仅仅是一个旁听者 根本没有参与计划的置顶和讨论 所以才不理解会议讨论的内容 他静下心琢磨了会议中的枝言片语 按照回忆将破碎的板块拼凑在一起 逐渐清晰浮现在脑中 是一个恐怖至极的邪恶计划 这令爆料者毛骨悚然 因过度惊吓大病异常 之后为了自保而选择置身室外 可是那些骇人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他心头 和内心反复争斗了之后 爆料者在2010年 向卡米洛特揭秘工程 透露了他所窥探到的惊天密谋 而比尔瑞恩将爆料出的密谋做成视频 并且上传到了网络公之于众 那场会议的主题是消灭有色人种 这是一个怎样疯狂的计划 将全球70多亿人口削减到5亿 他们会让全世界感冒 疫情仅仅只是一个开端 这些人怎么做究竟有什么目的 爆料者说 他在会议上首先听到的是 他们正在谈论着以色列 其中有人皱着眉有些不满的说 以色列似乎近期没有打算去袭击伊朗 这问题困扰着我们 接着他们将话题转到中国 中国的发展太过迅速了 它不仅在军事发展上超出预估 就连经济发展都显得不可思议 这都要怪罪于日本没有做到他们应该做的 那就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中国的金融系统 可是日本没有那么做 而这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中国崛起的速度太快了 听到这个爆料者越往下听越震惊 伊朗被设定为必须遭受惩罚的邪恶国家 并且那里是这一场大型棋局的最先落死处 以色列打压伊朗并动用核武器 之后会由全世界造成混乱 所有人都感到焦虑 害怕 恐惧 最终陷入崩溃 各国会充斥着各种强万 逼迫人民的高压政策 下一步棋的落子就在中国 他们会释放生化武器 会中讨论者的原话是 中国会感冒 生化武器在肆虐完中国之后 瘟疫迅速蔓延至全世界 西方各国也不会幸免 那时还有2005年 爆料者还不清楚 感冒和生化武器怎么会联系到一起 他也不明白 为什么要实施这种不受控的生化武器 如今 联想到新冠疫情在全球各国展开的徒虐 不禁让人冷汗直下 而且 西方各国面对疫情的毫不作为 似乎说得通了 这本就是计划的一部分 紧随其后 爆料者听到了更进一步的毁灭计划 当中东发生颇具规模的核战争后 瘟疫开始蔓延整个全世界 死神展开荼刀 收割着人们的生命 这时 西方国家各政府可以顺势进行集权统治 并展开军事封锁 将人们间的联系切断孤立起来后 任何人的精神都会感到紧张和激度的恐慌 这样 人民的心绪就能任由统治者来探拨 然后 真正的战争就开始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将带走世界一半人的生命 到了这时 爆料者忍不住问他们 这仅仅只是为了削减人口 对方回答说 将人口削减到50% 只是第一步 这是早就计划好了的 并且已经通过 佐治亚州的石镇上宣告给世界了 这佐治亚州石镇纪念碑 总共有6块石头 石镇在1980年建成 4块树立的巨石展现出8个页面 碑文由8种语言写成 内容似乎是给新世界所立下的宣言 关键内容就在于削减人口之5亿 也就是说 世界上95%以上的人会消亡 之后会建立全新的语言 统一人类 碑文的宣言就是要将人类引入一个更加理性的时代 这碑文到底出自什么组织之手 我们无从得知 不过 碑文内容和新秩序口号 和美国的国徽有相似之处 这邪恶的计划背后 定然有个庞然大物作之声 他们将这个计划叫做 昂格鲁萨克逊计划 坦白来说 这样的阴谋听起来像是威烟耸听 假如真的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并且动用核武器的话 别提将地球人削减到5亿了 整个人类差不多都得玩完 针对整个人类的邪恶计划 究竟是谁在背后谋划呢 真的是想要毁灭人类吗 昂格鲁萨克逊计划将地球人类削减到5亿 这背后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退伍的军人之后的爆料更加的难以置信 这一切的阴谋竟只是为了人类能够度过地球物理事件 地球物理事件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后果可能会毁灭人类吗 会议上阴谋集团讨论的地球物理事件 是每11500年就会发生一次大的灾害 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会议中并没有人明确解释 总的来说 会议中的策划者一致认为 地球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出现一次周期性的灾难 这个周期大约是11500年 可事实上就在12000年以前 地球确实出现了一次物理事件 那时地球的气温突然下降 经历了长达1300年的气候墙变冷的春寒 北美地区的蒙马巷和剑翅虎因此灭绝 与之一同消亡的 还有北美洲的史前古印第安人 这被科学家们称为新仙女牧时期 会议中的各位会员 为了抵挡住下一波即将来临的物理事件 已经着手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冷岸群岛的种子库就是众多成就之一 在2001年 国际生物多样性组织与挪威政府结下 提议 在挪威与北极之间的斯瓦尔巴群岛 共同建立一个全球性种子库 用来全面保护地球的各种农作物种子 即使地球发生了重大灾难 人类依然能够确保粮食的多样性 2008年 种子工程竣工 被称为全球农业的诺亚方舟 那里的永久冻土和坚后岩层保护着遗传材料 同时满足没有电的情况下 保持冰冻状态 原子弹和地震都无法打扰到这些种子的安宁 前欧盟委员会主席说 这是一个冰冻的遗生源 无论世界上怎样天翻地覆 这里都可以永远保留生命 如果真的有一场即将降临的地球物理事件 那么阴谋集团的一切所做的一切 就能够逻辑自洽了 大灾难的来临将会减少资源供给 所以要提前铲除那些不该存活的人种 只余下人类中的精英 就是他们自己 也就是昂格鲁萨克逊族群 确保人类可以在灾后延续文明 充起一个为期11500年为周期的循环 按照他们正常的计划 世界大多数地区会陷入瘟疫和战争的泥潭 只有昂格鲁萨克逊集团 趁机汇集了地球上所有的财富 可如今这些也只能当个笑话来看了 因为很多计划并没有如愿地发生在现实中 以色列确实对伊朗进行打压 可是没有出现核武器的碰撞 让中国感冒什么的 也早就被掐得死死的 不论这些阴谋论是不是无稽之谈 人类的整体命运 是绝不会掌握在那些自以为是 是找树人手中 观众朋友们怎么看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